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开车上路啊 开车上路往往最怕的就是遇到事故 可是有时候啊 这些意外的事故呢 就是不期而至让人防不胜防 前段时间张秋的彭先生 在开车送一批学生去考试的过程当中呢 就遇到了路面忽然塌陷的险情 还好司机和乘客呢都没有受伤 不过彭先生的车呀 那是伤得不轻啊 平整的路面出现了一个大坑 车辆的轮胎陷在里面 车身直接压在了地面上 这个场景看起来令人揪心 驾驶员彭先生回忆起来 还觉得心有余悸 当时腾的车一想 我现在后边有追悟一点 我一看后边下车整个下车了 我这他就这个老师迷迷着 把车身下来就他 我后边我慢慢就能下来 我害怕一下子掌握起来 你掌握起来 那些车身你麻烦了 是吧 也小孩 彭先生是济南张秋人 平时是跑课车运输的 今年4月8号 彭先生拉了一批张秋的学生 来济南市长青去考试 中午到酒店吃饭时 他刚刚把车停在路边 意外就发生了 路面突然出现塌陷 这让彭先生和来到现场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都惊讶不已 万幸的是无人受伤 而当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需要尽快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避免更大的危险发生 这边出来一个车 我这扶着就吊车钱 那吊车800块钱 那给他了 我说我这套整个发动机一下车 这个车发动机上来了 三脚带罐子中冷气 全部都回来 我这边上来 那边有个人说 他说你免签修修修 修修车赶快去拿学生的 我说得2000块钱 完不了 他先几一千 我现在他们坐着修路方 是那里付的这个车来 这套赔偿来 他说你先回去修车的 修完车你再回来再算 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学生们乘坐一辆公交车赶到了考场 彭先生也去修理厂对车辆进行了维修 我就上修理厂 这边是还得有的 既有这个水管子 这三脚一下天 它都一打花三脚都懒了 那天就花了2500的 这些管子还在很有不行的 这边又修 它坐着两边的鞋都开盆来的 我到修理厂来 还得5000多块钱来 光他都喷气乱下来 你看这个门子都溃来了 这地方都打不开了这个门子 切成椅子喷的 你看这 你看都开了这后头 看着自己的车辆受到这样的损失 彭先生心疼不已 而且他表示 当天的营运收入 也因为此事没能拿到 不过更让他心急的是 这笔修车的费用 一直都没能解决 路面突然塌陷 车辆意外受损 这个过程当中的的确确没有彭先生半点责任 他的委屈 我们非常理解 那不是彭先生的责任 这件事情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而且彭先生修车的费用 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的特派员呢 去到了道路的主管部门 济南市长青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情况 为什么会塌陷呢 这个网经过调查 原来的一个捞高雅线的电缆狗 它是制埋的 可能长期以后 雨水又上下虫 虫流又下边空了 塌陷下去 这个原因是这么早的 最后工程局出面 就是出来人家在那看着 咱害怕出哪些事故 人家在那看着以后回复起来的 不是说很大 就是说它那个车路压起 矮压起这些东西 又似乎什么份吧 塌陷的原因找到了 道路也进行了维修 但是彭先生的事情 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呢 当时处理的时候 吊权还有 不管它 有吊权给它吊了 就是说 它要两价款价 它说它有优地壳挂坏的 其实我们都在线上都看了一下 优地壳没怎么挂 什么的 那个吊车是 陪人家八百块钱 要八百块钱 我当时给他们一签 他要两价 我说你这个油的坏没坏 一点不影响 我说给你一签行吧 他说行 等着我就给他 把这个一千块钱点给他 他开车都对 当时我们因为也太急 也没考虑这么多 也没让他写个条 就像他走了以后 搁了大概七八十二条了吧 他都又搭了一二三十五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 这件事情在当时就以一千元的价格私了了 可是这显然与彭先生的说法产生了矛盾 目前双方都无法就这件事情 是否达成私了拿出具体的证据来 彭先生表示 车辆的维修费远不止一千元 但是当天他走得匆忙 把发票都落在了张秋老家 这时济南市长青区住建局委派的法律顾问 就双方经济方面的纠纷 发表了看法 我建议这位老师 就你这个损失提供一下证据 对对对 在哪个地点有什么证据 证实乎哪个部位 它是一个财务损失 财务损失 这个手上的当时的现状情况 提交一下证据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巡视的数目提交一下 第三 我觉得双方的证据可能就是第三点 为什么呢 因为事国境前 好像是4月8号出的事情 双方做了一个死了 现在这位老师又找到住建局 作为那个地端的管理单位 毕竟时间这么长了 如果他那个车有了其他随害 是不是当时的那个原因造成的 我想双方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我希望你提交一下证据 这个咋也行 那个微信发个来信 可以啊 微信发来信 在特派员的协调下 双方留下了联系方式 打算尽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工作人员所认为的私了 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彭先生又能主张什么权利呢 我们特派员也咨询了 其路频道法律服务团的律师 通过现在的情况来分析判断 我认为这个事故的责任 应当由这个产权单位 或者是道路的养护单位来承担 对于这个产权单位 或者养护单位主张的 双方呢 已经以1000元达成一个和解 了结这个事情的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谁主张谁举证 那么住建部门 他们如果能够提供证据 证明这个双方确实 达成了一个和解 这个是可以的 如果不能呢 那么这个主张是不成立的 作为彭先生来讲呢 他可以准备相应的证据 包括他们的这个事故 发生的现场的情况 图像资料 以及修车的这个相关费用的 发票和明细单 向这个对方呢 进行一个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呢 可以向法院提取诉讼 要求对他进行赔偿 另外呢 因为这个彭先生的车辆呢 是一个营运车辆 对于因为修车 所单位的营运费用 也可以向对方进行主张 从4月8号事情发生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对方质疑 目前车损 有可能不全是 当时事故造成的 这又该如何处理呢 对于那个对方主张的这个车呢 受的损失 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 还是应当有他们承担绝证责任 因为根据现在彭先生的 现有的图像资料来看 事故发生现场的这个情况 以及车辆受损情况呢 是比较清楚的 如果对方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 能够推翻这个事实呢 他们是要承担责任的 事发当天是不是给了一千块钱 私了了 而且彭先生车的损伤 是不是只是当天的意外造成的 对于这两点呢 现在双方是各知一词 不过呢 刚刚我们的律师也提到了 现在谁主张相应的观点 那么谁就应该负责拿出相应的证据 彭先生的车呀 我们特派员观察 损伤的确不小 再加上一些营运费用的损失 的的确确不是一千块钱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我们希望两方能够 好好地听听我们律师的分析 再做进一步的协商 争取尽快把这件事情 妥善处理完毕